7月6日,NBA夏季联赛火箭队的首场比赛即将开打,苦练了一个夏天的中国天才周琪,即将迎来他在今年夏季联赛上的首演。 对手将是步行者队,周琪将大战醍醐当家巨星霍勒迪的弟弟小霍勒迪,今天,周琪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,晒出了一张最新的照片,手里抱着琴的他,看上去腿部线条非常清晰,整个人显得结实但脸上很轻瘦,可见休赛期持续一个多月的苦练,让周琪有了很多提升。 5月28日,火箭在西爵抢气大战中,输给勇士后的第二天,周琪就开始了艰苦的下训。 周琪非常清楚,作为球队替补的他,目前的西爵他只能当看客,因此他不需要休息,更需要充足的苦练。 因此周琪从5月29日到7月6日这38天的时间,一直在不间断的训练。 此前周琪就在自己的周际中表示,即便是华氏温度100度下,他都没有中断训练。 给自己定下的目标,就是要在休赛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,以求在新赛季能赢得更多的出场机会。 这段时间周琪的魔鬼训练非常苦,经常是7点开车出门,8点开始90分钟的有球训练,10点进行体制训练,随后是投篮训练,直到2点才能吃午饭。 但周琪认为,现在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,他期待着能在接下来的夏季连赛中,展现出自己的。